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等待》是一首诗 最美也最残忍 无意间看到纳兰幸德的这首诗 临江夜 昨夜个人曾有约 兴 纳兰幸德 昨夜个人曾有约 严城遇漏三更 一沟新月几书星 夜兰游未寝 人尽数溃灯 原是瞿堂封间祖 叫错人恨无情 小兰杆外寄无声 寄回长段处 风动护花灵 诗词翻译 夜深了 城楼上的沙漏片刻不停 已到了三更 浓重的夜色隐约有一抹红色 仔细一看 原是位貌美女子 徘徊在城楼下 天际一弯新月 点点书星 这样的夜 这样一番孤寂冷清 若不是因为等待的人迟迟不来 她怎么会在冷风中无眠 四周寂静无声 只有在暗处传来细微的声响 那是老鼠在灯下寻找食物 女子愁眉不展 难难自语 她定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吧 我刚才真不该怨恨她 她也不是故意爽约的 几句话音回荡 接着是更加绝望的安静 等了这么久 没有人来 只有几次微风吹响护花灵 独自等待的孤独身影 徒增悲气 显得更加凄凉 人生中能遇到几个 一构心悦天如水的夜晚 那人若是如约而至 那么我们并肩 漫步在如水的月色中 任低声而语 惊起了素鸟 剪碎了花影 这该是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可如今 她只能任凭思念 在无骨的等待中 纠缠不休 相似是场梦 等风等雨 等不到撑伞的你 诗中等待的女子 像极了纳兰幸德 她的一生很短 短短三十载 一直在等待 等到宫墙坍塌 也等不回她 纳兰幸德有一个 权倾朝野的父亲 他有一个富可敌国的家境 留着满族人的血液 他善其舍 金石百家 无所不愧 偏偏有一个深情的灵魂 深情伤身 大概从初恋就开始了 关于纳兰幸德的初恋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她和自家丫鬟相爱 终因为门第悬殊 被棒打鸳鸯 不得已分开 第二种是和表妹相爱 但是那女孩被送入宫中 深所宫墙之内 终生无缘 究竟是哪一种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对纳兰幸德来说 是深深的遗憾 还记得你十几岁时 喜欢的人吗 她是你最初的心动 也是你永远的遗憾 纳兰荣若的初恋 亦是如此 喜慕容说 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若不得不分离 也要好好地说声再见 他们的离别太匆忙 没来得及说再见 她每日望着高高的红墙 等待着她还迁梦营的身影 可她没有等到 只是在苦苦相思中 得了寒疾 一病不起 耽误了电视 十几岁的等待 特别苦涩 不是无情 亦非薄幸 只是我们一生中 会遇上很多人 真正能停留 驻足的 又有几个 生命是离别的渡口 留不住匆匆过客 等待报国献祭 却换来半军饮酒 康熙十五年 纳兰姓德 一举高中 本想终于可以为国献利 谁想皇帝太过赏识她 为了能和她朝夕相处 另一方面 为了钳制她父亲 纳兰明珠的权利 于是给她封了一个 玉前侍卫 所谓玉前侍卫 就是陪着皇帝 下棋 吟诗 赏花 喝酒 按理来说 这是人人为之向往的官职 可纳兰姓德 却高兴不起来 她这样一个文武双全的义气少年 苦读诗书二十载 为的就是为祖国设计 出谋划策 撰写经纬 如今成了皇帝的玩伴 两个字 憋屈 她悲苦万分 提笔写下 紫玉波寒辉 心字全非 书连游士 隔年锤 半卷夕阳 红雨入 燕子来时 回首碧云熙 多少星期 短长亭外 短长低 白尺游丝千里梦 无限凄迷 空游满腹经纶 难领国家军马 可恨 可泣 哪怕她是柔情的诗人 也一样有着金戈铁马的男儿梦 只是正当年少 就看不到前方的路 不能报国安天下 往往称少年男儿郎 理想很远 现实很近 等到了爱情 却娶不了你 了却了对表妹的一世情深 纳兰杏德的第二个妻子 卢氏也撒手而去 或许这就是宿命 三年之后 另一个宿命般的女子 沈婉 出现在她面前 沈婉是有名的江南才女 在那时 是唯一懂她的人 遇见不稀罕 懂得才珍贵 纳兰杏德 亲自将沈婉接回家 想纳她为妾 没想到 这次又是一场空 当时满汉通婚 是不被允许的 她不仅无法踏入家门 而且只能 屈居露巷之中 不久后 将晚回江南了 这一次 她似乎是习惯了等待 又或者 是不忍他们爱的 见不得光 她大手一挥 行 你先回去吧 她心里默默想着 等我几年 我一定会再去江南 娶你回家 那段时间 她跟着皇帝四处奔波 在每一个刮着风 下着雪的夜里 沈婉就像是 帐中的灯火 告诉她 你还有家 你还有人 在等你来娶她 她怀着心中的 一丝温暖 写下 长相思 山一成 轻纳来信德 山一成 水一成 神像余观 纳畔行 夜深千丈灯 风一更 雪一更 孤遂相信 梦不成 故言无此生 夜深的千丈灯 每一盏灯火之下 都有一个悲喜人生 或许有了爱 就是心之所向 灯火辉煌 有了神晚 纳兰信德到哪里 都不会是流浪 等到出头之日 也是我辞世之时 跟着皇上这些年 纳兰信德 尽忠职守 终于 她等到了出头之日 康熙二十四年 皇帝亲笔御书 写了一首 假之的早朝 送给纳兰信德 诗曰 银着朝天 紫墨长 进城春色 小苍苍 千条若柳垂青锁 百转流英 绕箭章 剑佩生随 玉西部 一关深惹玉炉香 共睦恩波 凤池上 朝朝染汗 始君王 暗示着 皇帝将要重用 纳兰信德 得知这个消息 她欣喜若狂 立马召集 三两好友 布下酒宴庆祝 席剑她说 五躺蒙恩德亮 一一关 可病例私事 与功等绝一日之长矣 然而等待 依旧是无尽的 日子难熬 纳兰信德 最终身染重病 身体一天天垮掉 终于 没等到皇上 兑现承诺 她就离世了 在康熙 二十四年的春天 她走得很平静 那天是五月三十日 也是卢氏八年前去世的日子 或许 这是这个薄琴的世界 给纳兰信德 最好的礼物了吧 生不能一起 死当同归 如此足矣 在《红楼梦》里 全说最后一句是 落了个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纳兰信德 不正是如此吗 有的人 来过一阵子 怀念一辈子 有些事 回首半生匆匆 恍如一梦 等待终究是一场空 但是细细想来 她得到过爱 后是赞颂她 那么 还有什么遗憾的呢 纳兰信德 一个人间惆怅可 一场关于等待的故事 红尘过渴 活一场 也无悔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